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0月24号 礼拜一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二手上车盘的楼价不断下跌 在沙田的金丝花园 近日更加是惊现二字头的成交 一个两房单位近日以280万亿手 重返到2016年的楼价水平 第二个消息 在今年9月 港岛区的整体甲级商下空置率 是达到了10.53% 连续四个月突破历史新高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上车盘塌价的情况 先看这个是最具代表性的 一个沙田的上车盘 竟然跌破了300万的心理关口 这个单位就是位于沙田金丝花园 第一期B座极低层的四室 实用面积270平方尺 是属于两房的间隔 其实都间到很小的了 270尺还间两房 近日就以280万亿手 成交赤价10370元 新买家只需给20几万首期 就可以做到业主 这个单位 比起银行的网上股价 是低了大约67万至91万不等 目前这个价位 就已经重返到2016年的楼价水平 据知这个单位 由于是属于极低层 可能二楼 而且装修就较久 质素较为顺利 故此就以低价成交 但是我就看过 这个单位里面的照片 其实装修都挺有 上个世纪80年代的 私楼风格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用得很残旧呢 我又不觉得是 而且这个单位又不是空宅来的 卖到去280万这个水平 即是说 这个根本上就是市场价格 就是值这么多了 在现在这一刻 不需要就 不断来到去 帮这个单位找借口 又说低层又说装修较久 很多二手单位卖出来的时候 装修都够了 又不见好景的时候 砍价 大家想想好景的时候 连市区那些这样的公屋 都买到超过400万 大家一定有印象 那些是癫价 现在沙田这些 这些私楼的二手上车盘 280万 所以就不是我危言耸听 而是我们一早已经判断得到 整个跌势已经是出现了的了 只不过我们指出这个现象的时候 当时那些虚钱的单位 是比较少一些 现在是很普遍的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一些移民盘 他们虚让的情况是怎样的 先看一个 就是位于沙田第一城的 这个单位 就以400万齐头逆手 差点连这个400万的心理关口都失手了 沙田第一城的 两年前都不是这个价的 这个单位就是位于52座的低层H室 实用面积304平方尺 是两房的间隔 今年5月 这个单位原业主放盘的时候 就卖了407 以价之后就以400万逆手 成交尺价13158 累计是减了70万 原业主在1986年的时候 以22万买入这个单位 辞货36年 今次账面获利370万里场 单位期内升值约17倍 据说这个业主就已经移民了 单位在7月份的时候交吉 近月就交由亲友来负责进行买卖 7月的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个单位 近日就是成交的 你说这个业主劈价求售的决定 是不是正确呢 我认为它是做得对的 是合理的 理性的 一来 它买的时候 1986年 22万买入 就算你计算那些按揭贷款的利息 诸如此类 它怎么也有赚的 只不过现在就赚少了 那没有坏啊 起码到现在这一刻 还随便有精 二例 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下 是绝对不利二手楼的放售的 尤其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有大量的一手私楼单位推售 那你作为一个潜在的买家 那你怎么都会选择那些新楼 抠那些新楼先的 因为那些新楼呢 其实有不少呢 都是贴近二手价 那你二手业主只能够呢 就是面对现实 要劈价求售 如果不是你怎么跟那些新楼困呢 这个沙田第一城 三十几年的楼围 差不多四十年 好了 接下来看看另一个的涉样盘 这个就是位于荃湾的余景新城 那是一个三房的单位来的 余景新城七座的中层A室 实用面积647平方尺 原业主今年年中的时候 已经移民的了 并且在离港之前的一个月 即是五月份的时候 开始放盘 叫价就一千零八十万 最后就以八百五十二万沽出 比起银行的网上股价 低了一成 那现在赤价呢 就一万三千一百两块 那原业主在2001年的时候 以二百七十九万 买入这个单位 持货 21年账面就赚五百七十二万 单位在期内升值两倍 这个其实都是自住的 地产经纪就说 原业主在外地有留意香港的新闻 担心香港的楼市跌势加剧 故此是决定加快减价出货 只赚离场 这个心态就很好了 只赚离场 钱就永远找不完的 现在这一刻卖 起码还赚到五百七十三万 迟些再买 未必去到这个价了 尤其是这么多一手新楼推出市场 而那一手楼很多都还是滞销的 好了 再看一个移民盘 就到居屋了 这个位于港铁钻石山站旁的居屋 农盘院 有一个移民业主 持货三年沽货 账面就虚八十万 这个就是位于农盘院A座 中层十二室的单位 实用面积三百八十三平方尺 两房间隔来的 原业主已经移民了外国了 年初就将单位以六百六十万元放售 最终就是年地价以五百零五万元放售 累计是减价一百五十五万 成交赤价一万三千一百两块 很多都是一万两块 现在跌到去一万头了 已经 好了 原业主在2019年的时候 年地价五百八十五万元买入这个单位 持货三年 账面就虚八十万 期内贬值一乘四 账面虚八十万 即是如果计算那些集费佣金 应该就虚一球了 但是不要紧的 你早卖就早享受 迟卖就虚多球 既然人都走了的时候 索性卖了它 一了百了 不用那么牵挂了 那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在当地再置业也好 租楼也好 无所谓 反正呢 如果这一刻它不卖 它不决定要壮事断臂 虚八十万都走的时候 你迟些就未必是虚这个数了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虚了 再虚下去就入狱了 它迟货三年而已 它其实就不是说拿回五百多万走 因为它要还回按揭 实际上它就收回多少本金而已 因为它供了三年时间而已 那如果再拿下去 再在那里观望 那分分钟是到就拿都没有 因为你卖出去的时候 你如果是 那个首期连接的供款都不够贴 你还要另外还够钱给银行的 就是那些视为负资产 那现在起码这个就未是 应该未是 那它就卖了 脱了手 好东西 不是说它很眼光的 而是起码呢 它在局限下 懂得选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件事都重要的 止蚀都重要的 因为这个心理压力很大 蚀钱的 你要选一个位置 是适当离场才行 不要一味磨烂石 磨烂石就输清光 这个必然的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商下的情况 根据中原工商铺写字楼的统计就显示 在今年的九月 港岛区整体甲级商下的空置率 是达到了百分之十点五三 比起上个月再上升多 0.15个百分点 就是连续四个月 打破了历史的新高 就是说商下的空置率 是很厉害的 我们来看看 港岛区几个区域的空置情况 整体是10.53 铜锣湾的空置率是最低的 9.02 接着就到金钟 9.32 上环是9.53 中环9.79 湾仔是最厉害的 13.19 一支独秀领先 中原工商铺就指出 港岛的二线商业区 甲级商下的最新空置情况 是稍微有些改善 因为区内的写字楼租金 是相对便宜的 而且有不少的大厦质素 仍然还是不足 吸引到租客进驻 以上环区的走势 是最为突出的 空置率由八月份的一成一 大幅回落到最新的9.53% 这个有改善 但其他那些都是升的 中原工商铺就说 过去两年半 香港的入境隔离措施严厉 令到对外的商务活动 和经济交流大减 无论是国内 或是外地的企业 前往香港开设据点的数目 又是大减 连累到写字楼的 租赁需求和空置率的走势 虽然香港已经放宽为0.3% 有助提升商务人士 前往香港的意欲 但有关措施成效虽是 而且比不上新加坡 完全通关的政策 相对来说 还是欠吸引力的 这是必然的了 其实根本上 这个需求下跌 分分钟变成了永久性 因为正如陈志思所说 他指出一个观点 我认为是很对的 就是有很多外国企业 将他们在亚太区的总部 已经迁移过去新加坡 而这些企业是不会回头了 无论如何都 至于说香港和不同国际通关 和大陆通关 这个就关乎到香港作为一个 大中华区总部的 写字楼需求 是有影响的 但是 亚太区的总部已经走了 这个是事实 所以有部分的企业 那个需求是永久流失了 无论你通不通关都好 这个是永久的损害 陈志思说的 我就演绎出来而已 所以 在香港 无论是炒商下 炒那些这样的商铺 已经是无运行的了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落答了 尤其是在说那些丝拉 不要再被人落足嘴头哄你 就去买那些烂鬼汤铺 什么格仔铺 分分钟就输了你一世人的私底钱 不生的积蓄就扔了下去 一颗眼泪 我们这个节目很有社会责任的 有必要 整天三番四次提醒 苦口婆心的 够得一个都一个 因为你扔了够钱下去 你永远没办法回头 我说的 你是不会升得到 去原本你买入那个价格 全部都是 向下沉的 蝕得眼都坦白了 炒楼都已经是没得赚的了 更何况走去炒商下 炒商铺那些 尤其就是商下和商铺 这些资讯 是极为不公开透明的 你起码楼来说 很快就可以看到 那个价格走势是怎样 那个赤价是怎样 商铺和这个商下 不值得一般的市民来到去入手的 不要在网上边 Facebook YouTube 看到有些人落足嘴头 说有得赚 如何如何 骗够你而已 有得赚的 那个东西自己去赚 不用拍片水你去买 用一下脑子 尤其是你看到中共二十大之后 似乎大陆 对于那个所谓的防空政策 都没有半点说要放松的迹象 即是意味着 香港和大陆 有排都未有得通关 而香港也都似乎是不能够潜越大陆 先过大陆和国际 免检通关 所以零加三就应该是一段时间 都止暴了 那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对于整个营商环境 那个打击的损害是有多大 对于写字楼的需求 或者对于商铺的需求 一定是有所下降的 而且还有继续下行的空间 虽然你说成哥呢 真是够高瞻远足 看东西真的很准确 永远没有死错人的 你想想他之前 早一个月 把波老道的豪宅 一铺过卖给新加坡的资金 借钱给人 卖给他 如果他是看好后市的 他自己卖吧 不用一炮过卖 所以 你不信我不要紧的 你信成哥的眼光 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大 夹蜡随街跳的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